男人正在为瘫痪的妻子调理 肌肤接触 勾起人生物本能 然而植物人妻子根本没有反应 男人绷不住大哭起来 没人明白他有多累 五年前妻子出车祸重伤后 阿伟便开始了五角鸟的日子 每天凌晨四点 雷打不动准时带老婆上厕所 折腾半小时后 再睡一个小时会弄觉 又要起床给女儿做早餐 为此阿伟订了三个闹钟 每分每秒安排得明明白白 做完早餐要去喊女儿起床 穿衣起脸催促吃饭 最后再来到妻子身边 虽然人醒不来 但阿伟还是每天坚持洗脸护肤 他一直坚信妻子有一天能醒来 车祸前妻子最喜欢打扮 阿伟也希望对方醒来时能干干净净 这种希望支撑他熬过一天又一天 吃饭的时候阿伟耐心喂饭 但对方边吃边吐 比孩子还不省心 可阿伟已经习惯了 一切妥当后 阿伟才简单塞两口饭 换上衣服等待保姆上门 然后送女儿上学再去上班 保姆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轻松 只需要看着对方不出意外就可以 到了晚上再给阿伟汇报一下情况就能下班 晚上的时候本该好好休息 结果公司又常常打电话 让阿伟临时加班 中年的他不敢拒绝 失去了工作 这个家直接就完了 每周阿伟要定期给妻子洗澡 以防躺得太久肌肤溃烂 保姆红仪知道阿伟可怜 有时候看到没刷的碗块 会主动帮忙整理 虽然帮不上大忙 但阿伟很是感激 到了公司后身为经理 他每天要处理各种问题 对上也不能得罪 几乎没有坐下过 一整天忙完 又要接女儿放学 这天晚上 他哄女儿睡觉 随后照例给妻子按摩 那光滑的肌肤 让他有些蠢蠢欲动 可最终还是没了兴致 阿伟痛哭起来 大家都是人 都有脆弱的一面 有时候他会去外面走走散心 可这几分钟的逃避 解决不了任何事 阿伟还是要面对现实 而身为植物人的妻子 翠花 其实也有难言之意 虽然身体无法操控 但意识还是有的 这天 他突然抽搐了起来 令人感觉自己全身被束缚 嘴巴也被紧紧粘住 他想要呼救 想要逃跑 可根本动弹不得 自从车祸成了植物人后 翠花就常常做噩梦 身体也会相应地做出反应 丈夫阿伟害怕他独自在家出意外 只能花重金顾保姆照顾 随后便送女儿上学 自己再去上班 可没想到 这次情况特殊 在阿伟离开后不久 翠花又开始了无意识的抽搐 保姆经验不足 很是担心 一直安抚着对方 几分钟后 翠花终于恢复平静 可下一秒 他冷不丁睁开了眼睛 保姆吓坏了 但一想到工资 还是稳定心神继续干 中午的时候 他做好饭 一口口味到翠花嘴里 玩完了一切 百无聊来的保姆 躺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直到阿伟和女儿回来才醒 简单汇报工作后 保姆便离开了 阿伟又要开始日复一日的忙碌 洗菜做饭刷碗 喂妻子吃饭 有时候看着台子上的煤气 他冒出了一些不该有的想法 就在阿伟发呆的时候 有人敲门 原来是肇事司机 他来分析送赔偿款 随后 还来到了翠花面前打招呼 看着这个自己犯下的错 司机很是愧疚 不过阿伟对人很热情 五年的时间 他所有的愤怒化为乌有 只祈求对方能尽早送钱来 解决生计才是首要目标 司机自从出了事后 就改行卖菜 也是个苦命人 阿伟只觉得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办后他还要辅导孩子功课 妻子翠花就被他推到电视机前 虽然不知道对方能不能看到 但阿伟还是将其当作正常人看待 他自认为做得已经无畏不至 哄睡了女儿后 翠花也早已合上了眼睡觉 隔天他伺候妻子刷牙 可对方却不肯配合 阿伟只能小声安抚 比对待孩子还要细心 可妻子的动作加大 他又做起了噩梦 整个人开始大幅度的抽搐 即便是150斤的汉子 也差点抱不住 阿伟只能紧紧孤住对方 男傲的一夜过去 包姆来接班 他一下子拉开窗帘 刺眼的阳光 让翠花回想起 自己穿裙子的场景 也许是美好的回忆相伴 翠花没在发病 包姆也心安理得 都睡到了下午 就在这时 王门想了 进来的不是别人 而是保姆的丈夫 他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随后假模假样 喊了翠花的名字 对方自然没法回应 见似下无人 保姆带着丈夫去了主人卧室 想想都知道在干什么 不过没一会儿 翠花再次抽搐 幅度过大 一下子摔在了地上 保姆知道自己这下闯祸了 十分心虚 他想要将人抱起 结果对方却抽搐的吓人 甚至口吐白沫 保姆不敢再照看 赶忙给阿伟打去了电话 说翠花犯病了 情况很不好 听到这个消息 阿伟当即火急火燎赶回了家 此时 妻子已经躺在地上 一个多小时 不过阿伟没有抱怨保姆 他将人抬上来 五年的操劳 已经磨平了棱角 阿伟对每个人都心平气和 而且保姆太难找了 等到他再次离开后 翠花忽然睁开了眼 男人正为瘫痪的妻子洗澡 忽然间 对方开始抽搐起来 身体不受控制 淹没进了水里 那一刻 阿伟的疲劳到达了顶点 他一动不动 甚至想要帮人解脱 自从五年前 妻子车祸后 阿伟就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 从凌晨四点忙到夜里十二点 每天如此 累得如同不会停的陀螺 就在这时 请来的保姆 看到翠花发病的状态 心里十分害怕 直接当晚就走了人 阿伟看到桌子上的纸条 心里十分发愁 不知道明天请谁来照顾妻子 思来想去 他只能请假在家 为了尽快找到保姆 阿伟不得不四处打听 因为照顾发病的病人 保姆必须要有经验 所以很难找到 阿伟只能加大工资力度 晚上 女儿躺在腿上沉沉睡去 阿伟将人安顿好后 又到了给妻子洗澡的时间 因为长期躺着 必须要定期清洁 可这天 妻子却突然犯病了 也就是开头那一幕 这段时间 妻子频繁发作 几乎一天一次 发作时 连阿伟都控制不住 她心泪不已 甚至想要让对方一走了之 但在最后关头 阿伟还是没有狠下心来 曾经两人是那么的恩爱 可如今 却变成了这副样子 阿伟常常痛哭 可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新来的保姆红仪 看到阿伟实在可怜 干活也十分卖力 这天 阿伟照例送女儿上学上班 保姆红仪 则把家里的衣服都洗了洗 其中有件白色裙子 洗完后 她看到翠花嘴角 干涩已经起了皮 还贴心涂了唇膏 就在这时 她接下发现 翠花竟然会笑了 这个重大发现 让红仪不敢怠慢 赶紧给阿伟打了电话 随后她抬头一看 供摸着是风吹动了白色裙子 阿伟大喜过望 觉得妻子不久就能醒来 赶忙把丈母娘等人都请进了家门 老母亲看到女儿这样 不仅心酸地哭了起来 红仪见状 立马安慰众人 还顺便夸了一部阿伟 晚上吃饭的时候 老母亲想为女儿吃饭 可她没有经验 阿伟也有些不放心 赶忙接过碗筷 一口一口为翠花吃饭 隔天 她为了让妻子开心 又将裙子挂在窗边 因为没有风 她还特意开了风扇 徐徐凉风吹动裙摆 翠花再次浮现笑意 就在这时候 领导打了电话 让阿伟临时周末加班 她有些困难 说自己抽不开身 可老板可管不了这么多 阿伟只能答应 她嘱咐女儿 一旦翠花有任何情况 就给自己打电话 等到阿伟离开后不久 翠花再次抽搐起来 平时身边都有大人 这次女儿在家 她顿时不知所措起来 不禁哭了起来 而翠花的症状不渐反重 最后女儿努力平复心情 给阿伟打了电话 正在开会的阿伟接电话后 立马赶回了家 结果就看到 女儿正懂事地给母亲扇风 阿伟觉得欣慰又心疼 但转头一看 翠花再次笑了 她回想起当年 和丈夫热恋时的场景 两儿眼中只有彼此 以及携手共度余生的美好 故事在翠花的回忆中 戛然而至 至于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景象 谁也不知道 这部影片 剧情十分平淡 开篇十分钟 没有一句台词 也许正是这种 纪录片式的拍摄方式 让观众很快进入剧情 不过 也有一部分人觉得 剧情单薄 文艺气息有些突出 有喜欢偏生活化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原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lol